男人身上缠满铁链,戴着手铐,在寒风中瑟瑟发抖,他看了眼下面直径三米的窟窿,深吸一口气,纵身跳了下去,不偏不倚,正好落到窟窿里,人们急忙吵吓望去,胡迪尼落入水中后,从脚底抽出钥匙,将手铐打开,然后解开脖子上的锁,接着将铁链摘下来,扔到河里,快速往上游去,不料下面水流很急,他游了半天,竟然找不到洞口了, 在下面待了五分钟后,才逃了出来,原来他小时候就表现出惊人的魔术天赋,把铁钉放到地上,弯下腰,用嘴将铁钉吸了进去,接着全部吞进肚子里,他干呕了两下,一张嘴,竟然吐出个鸡蛋,接着是第二颗,眨眼间地上就多了七枚鸡蛋,他因此转得盘满钵满,回到家后,还跟妈妈表演起了魔术,抓住他的肩膀轻轻一晃,金币就哗哗地往地上掉, 长大后,他很快就坠入爱河,送给女神一只纸鹤,并随着手指节奏,慢慢动了起来,甚至悬浮到空中,这也太神奇了,当再次拿开手时,纸鹤竟然变成了小鸟,很快就俘获了女神的芳心,最终抱得美人归。 从此之后,他苦练基本功,不仅能用脚打扑克,绘画,还能用脚趾夹起钥匙,打开手铐,为了打响知名度,他给了点狱长一百块钱,还跟点狱长打赌,说你的监狱根本关不住我,随后他就被关了起来,并进行了搜身。 当关上门后,小美立马给他来了个香吻,就连这么小的细节,点狱长都没放过,让胡迪尼张开嘴,发现里面没有东西后才肯罢休。 可他刚离开,胡迪尼喉咙不停地掳动,将钥匙送到嘴中,然后吐了出来,第二天他成功越狱的消息,就登上了头版头条,他也因此一战成名,可这些还不满足,又来到芝加哥监狱,他浑身赤裸,只穿了件底裤, 被拇指粗的铁链五花大绑起来,脚上还带着镣铐,点狱长非常自信,命人将他抬进单间里,甚至把嘴封了起来,这次他是插翅南飞,等人们散去后,胡迪尼手掌一开,竟然露出了六根手指,取下其中一根,将里面的钥匙倒了出来,等点狱长再次打开门时,里面早已空空如也,只留下一堆铁链,这种逃脱术对他来说已经没了挑战, 随后队友找来个水箱,看到这个道具,他迫不及待的想试一试,将双脚固定在盖子上,大头朝下,快速放入水箱里,可仅仅过了半分钟,他就呼吸困难,不停的挣扎,队友健壮,想把他拉上来,不料盖子卡住了,怎么拉都没效果,眼见胡迪尼越来越虚弱,同伴拿来斧子,对着玻璃筐就是一顿杂, 幸好没几下,玻璃破碎,他随着水流涌了出来,可胡迪尼非但没害怕,还异常兴奋,第二天就带着新道具开始了表演,舞台上有个钟表,他先让观众深吸一口气,看看自己能憋多久,最长的只憋了32秒,随后打开枷锁, 他坐到地上后,死死固定住双脚,然后掉到水箱上方,大头朝下,没露水箱里后,四周都用大铁锁锁好,接着推来一个屏风,将水箱挡住,人们根本看不清后面发生了什么,随着时间一点点流逝,很快两分钟过去了,这时人们纷纷站了起来,要求赶紧救人,台上几人也越来越慌张,于是急忙派出了救援队,小伙拿着斧头,等屏风一开后, 刚要砸下去,却发现水箱里空空如也,正当人们纳闷时,小伙一扭头,没想到他就是胡迪尼,顿时台下爆发出烈烈的掌声,而下一次,将为国王表演用牙齿接子弹,他先将猎枪交给一位长官,让他瞄准把心,扣下扳机,确定枪没有问题,然后掏出子弹,国王拿着望远镜看了看,子弹也没有动手脚,接着装满火药,把子弹塞进去, 用一根铁棍将子弹压紧,随后交给了长官,可刚瞄准把心,胡迪尼的头就凑了过去,长官举起猎枪,他这才扣下了扳机,一声枪响后,人们都闭上了眼睛,等再次看过去时,胡迪尼慢慢站至身子,一步步朝前走去,嘴里还有颗子弹,随后吐到盘子里,台下顿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, 其实这只是个障眼法,当把子弹推进去时,铁棍底下放了块磁铁,将子弹吸了上来,接着浪人们把愿望写到纸条上,王妃随机抽了一张,胡迪尼刚打算读,发现自己不认识俄文,王妃接过来后,说这个愿望你永远实现不了, 上面写着,希望能让克里姆林宫的钟声再次响起,而这钟声几百年都没想过,拉绳早就断了,上去的梯子也没了,不过胡迪尼想尝试下,只见他拉开窗帘,打开窗户,瞅了眼对面的楼,随后将纸塞入围巾里,等翻过来时,纸就变成了拉绳,公主自告奋勇走到前面,拉了下绳子,顿时钟声响起,每拉一次,钟声就响一下,人们都虔诚地跪到了地上, 其实这也是个障眼法,当他把纸条给王妃时,换成了自己提前准备的纸条,而同伴早就藏到对面楼里,见对面窗户开了,把狙击枪组装起来,还装了消音器,当公主拉绳子时,就瞄准大钟,扣下了扳机,所谓的钟声,其实是子弹撞击中的声音,可随着时间流逝,虽然魔术越来越华丽,但形式基本相同,人们对逃脱魔术没了兴趣,更加喜欢看着, 看着别林大师的搞笑电影,这天看到水里的冰块时,他有了个大胆的想法,让助手把冰块倒进浴缸里,他要测试自己的耐寒程度,既然人们不愿去剧场,那就去户外表演,随后来到密西西比大桥上,这里的冰层就有一米多厚,跳下去的话肯定会被冻死,可他还是决定尝试下,在河面凿了个直径2米的大洞, 他浑身缠满铁链,手脚都被靠了起来,当天来参观的人积满了大桥,这么冷的天,他竟然只穿了个背心,看了眼观众后,他深吸一口气,瞄准下面的大洞,往前走了两步,就纵身一跃,从百米高的大桥上跳了下去,正好掉进窟窿里, 他急忙从脚上抽出钥匙,先解开手铐脚料,再打开脖子上的锁,最后挣脱掉铁链,开始往上游,不料水流速度太快,找不到洞口了,幸好他的臂气功夫了得,五分钟后终于逃了出来,他再次登上了头版头条,随后又是户外逃生树,只见他穿上树身衣,将自己死死锁了起来,手脚完全没了用武之地,然后捆住脚和身子, 将他掉到五十米高的大楼上,上面用一根木棍做支撑,只见他身体不停地晃动,卸掉肩膀上的关节,将身子缩成一团,再扭动几下,手就挣脱出来,然后脱掉树身衣,这次又逃脱成功,可妻子却不同意他这样做,哪怕失误一次,他将成为最年轻的寡妇,两人展开了激烈的争吵,为了让妻子放心,他又开始表演室内消失术,小东西好藏, 可这次消失的不是人,而是一头三米高的大象,他踩着大象前腿,坐到了背上,真正的表演即将开始,几个同伴高高举起竹竿,上面有一块硕大的红布,来到大象上方后,红布开始缓缓下降,当接触地面时,大象被完全遮了起来,随后红布缓缓上升,定睛望去,仅仅过了几秒钟,大象竟然消失不见了,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? 接着他要表演的是穿墙树,几个工人花了整整一下午,才砌了一面墙,为了证明墙没有问题,他拿起大铁锤,对着墙砸了几下,接着工人退下舞台,他对着墙开始发工,队友则推来两面绿色屏风,将它完全遮挡起来,十秒钟后,他就在另一侧出现了, 为了让观众尽兴,他又表演了一次,对着墙发工,同伴健壮,急忙拉下绳子,地面就陷了下去,他则快速从地下钻到对面,摆好造型,等屏风已开后,他就出现在了另一端,观众则一直蒙在鼓里,这么多魔术,你最喜欢哪一个呢? 男人绝望地趴在悬崖上,一动不敢动,而峭壁上的石头异常锋利,掉下去的话肯定小命不保,幸好现在是涨潮的时候,他在心中数起了数字,计算着海浪的节奏,当掌握规律后,手一松,就掉了下去,重重地落进大海里,这天大壮一个人来到海边,想去冲浪,可走着走着,突然脚下一滑,摔了一跤,随后快速朝下冲去,而地面上是细碎的沙子,根本没有着力点, 半天后终于杀住了车,他抬起头,刚想往上爬,身体又开始往下滑,危机时刻,来了个头杀,终于停了下来,正在这时,手机铃声响了,是女友打来的电话,他抬起右手,慢慢拉开拉链,可刚碰到手机,由于少了摩擦力,又滑了下去,幸运的是,在掉路悬崖的刹那,脚有了着力点,这才没有掉下去,可下面都是锋利的岩石,摔下去肯定会粉身碎骨, 他的脸贴在沙子上来增加阻力,一喘气沙子就会钻进鼻孔里,半天后终于涨潮了,他计算着海浪每次冲来的时间,心中有了盘算后,在海浪冲来的刹那,手一松就掉了下去,虽然有海水做缓冲,可他还是撞到了石头上,幸好没什么大碍,保住了小命,他快速爬到礁石上,随后站了起来, 刚响大吼一声,突然海浪冲来,将他拍倒在地,等再次醒来后,发现手上有道深深的伤口,腰部也流出了鲜血,脚已经没了知觉,他打开背包,掏出手机想求救,发现手机进水,已经开不了饥了,接着脱下衣服,将手简单的包扎起来,而茫茫大海上,根本没有人,他必须想办法自救,随后跳进海里, 由于脊柱受伤,脚根本动不了,只能用一只手游泳,半天后,只游了一小段距离,就没了力气,身体慢慢沉入海里,恍惚中,他看到了女友,想到自己还没结婚,瞬间清醒过来,脚用力蹬了下地面后,偏尽全力往上游,这才活了过来,退潮后,他在沙滩上写了个大大的SOS,等待着救援,此时伤口已经发炎,苍蝇在上面飞来飞去,等再次涨潮时, 一个冲浪板被冲了过来,怕被冲走,他拖着沉重的身子,一点点爬了过去,眼看要够到冲浪板了,突然一个浪头把他拍晕了,随着水面不断升高,他被冲进大海里,这才醒了过来,而涨潮的浪非常大,为了不被冲走,他将背包挂在了岩石上,这时空中出现一架直升飞机,可能看到了沙滩上的车,过来查看一下,可无论他怎么呼喊,救援人员就是听不到, 半天后,一只鸽子飞到身边,在伤口上啄了一下,剧烈的疼痛让大壮醒了过来,随后用力扯断背包,掉到了沙滩上,此时海水已经退去,他又渴又饿,捡起地上的一拉罐,发现里面都是海水,根本不能喝,又找到一卷锡纸和木头,他打开锡纸,在地上挖了个坑,把36度的液体排了进去, 没想到尿出来的是血水,看来受了内伤,随后把锡纸盖在身上,可还是冻得瑟瑟发抖,突然空中出现一道闪电,他掀开锡纸,扑到洞里,准备接点雨水盒,又把杯子放到岩石缝隙里,接着张大了嘴巴,而闪电逛了一圈,灵星的下了几滴雨后就走了,他端起杯子, 一口气喝了个精光,然后把锡纸上的水舔干净,幸好这一夜他挺了过来,这时鸽子又飞到近前,一点点靠近,大壮抓紧手中的木棍,偷偷看了眼,趁鸽子不注意,用力一砸,不过速度太慢,鸽子飞走了,正在这时,突然手机响了,他急忙扒开沙子,拿出手机一看,是父母发来的视频,可无论他说什么,对方就是听不到,难道话筒坏了吗? 既然能收到视频,为什么不打电话求救呢?最重要的是,手机没有卫星通话功能,这可能是最后一次见到父母了,大壮流出了伤心的泪水,不过他没有放弃,一点点朝前爬,来到冲浪板前,终于看到了一丝希望,很快又到了涨潮时间,求救信号被海水淹没,三天滴水未尽的他已经产生了幻觉,这时突然看见了船翻,在强烈求生欲的驱使下, 他把绳子缠到手上,一点点往海里爬去,随后趴在冲浪板上,用出吃奶的力气朝前滑,可滑着滑着,抬头一看,发现小船不见了,身上顿时没了力气,趴在冲浪板上飘了半天,然后落进大海里,手上的绳子也拖落了, 而此时上方出现一艘游轮,一个潜水员跳了下来,抓起大壮后,给他带上了氧气罩,随后推上挤救车,把他送到医院里,这才见了一条命,所以买个防水,且有卫星通讯功能的手机,是非常必要的,男人开了下门,随后放倒行李箱,以最快的速度拉开拉链,急忙钻了进去,把身体缩成一团后,盖上盖子, 从里面拉上了拉链,女友却没发现任何异常,推着箱子走了出去,闺蜜三人一起抬起箱子,用力一扔,就听到一声惨叫,可都没当一回事,然后开着车,来到一处豪华公寓,原来他们想举行派对,随手把箱子扔到地上,这下大壮就惨了,接着听到个男人的声音,他很生气,急忙拉开拉链,却看到一个扭动的屁股,这时有人叫住他,旁边的箱子里也有个男人, 原来两个人的女朋友都非常漂亮,不放心他们出来聚会,所以过来盯着点,只见箱子动了几下,凑到一起,伸出手达成统一战线,为了不被人发现,他们又缩了回去,这时女生们玩起了真心话大冒险,小美说把初吻献给了泰迪,现在还对他念念不忘,大壮听到这儿顿时怒了,一着急就钻了出来,问泰迪是谁,我要跟他单挑,小美说他是条狗,这下大壮彻底傻了眼, 闺蜜趁机讽刺道,我早就说过,你嫉妒心太强,我的男友绝对不会跟踪我,大壮也不废话,一脚踢开了旁边的箱子,小帅急忙说,让这么漂亮的女友出门谁会放心,这下闺蜜傻了眼,说你们怎么可以这样,双方争执时,二翠急忙说,刚开始谈恋爱就是这样,需要彼此的考验,我和男友早就克服了他,现在他对我百分百相信,话音未落,突然传来打喷嚏的声音, 墙上竟然趴着一个人,正是二翠的男友,这脸打得也太快了,紧接着门被撞开,另一人的男友也跑了进来,这下都凑齐了,谁也不用嘲笑谁,那么问题来了,另一半出门时,你也这样吗?